全岛五个社区今天举行大型的国庆邻礼庆祝活动 国务资政李显龙出席中区的庆祝活动时说 59年来国人共同努力 才把新加坡从一个贫穷的弹丸小岛发展成繁荣的国家 记者图建墙报道 李显龙资政联同部长和议员 在中区的国庆邻礼庆典宣读国家信约 接着唱国歌和爱国歌曲 李显龙正在活动上说 新加坡59年来发生了翻天地覆地的变化 从无到有 从贫穷到成为一个小康社会 现在更是一个充满生机 活力 希望和蓬勃的国家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继续团结 继续共同为新加坡打拼 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活动的其中一个亮点是烟花会演 大批民众聚集观看 这场庆祝活动吸引数万人参与 除了可以领取礼包 还能够品尝美食和观赏表演 现场还有武装部队展示的军车等 另外居民也能够在电子墙写满国庆助语 然后通过扭蛋机把五颜六色的彩蛋 填满写着团结字眼的标志 多元种族万中一新为主题 因为这是代表我们新加坡 丰富多元的文化和传后 这个主题呢主要也是分享到 我们的新加坡的团结和凝聚力 因为这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些关键 我是跟我的大巴窑的Zumba Kakis一起来 来这边呢就是来参加这边的Hardland Celebration 我们想大家去看那些国防的装备 还有坦克车之类的 这场活动共动员了1500名义工参与 接下来更邻里还会在这个月内 陆续举办大大小小的国庆活动 进一步把国庆日的氛围传达到全岛各角落 新传媒新闻记者图建强报道